好了,看到有盒玩具在面前 都猜得到 趁著再版的這個moment 其實以前未來都買過一次 但是後來給了朋友 趁著再版這個moment 我買多了一次 就是這隻 套特曼裏面的 貝魯克的仔 摺得 這盒東西 我個人覺得型是型的 至於這個做得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我這隻是代理版 整隻就是這樣 盒是偏小的 不算是很大 開盒後看到有兩隻手 總共六隻手 一眼替換指示凳 還有一支 阿里姆 阿姆里斯光線 還是阿里姆斯光線 我不會說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先 這隻摺得 配件不算多 我們先來看看手型 手型 手型方面 分別有這個張開的手 張開的手的資料 就是這樣的 不算好肉 勉強可以 還有兩隻手刀 兩隻手刀 兩個手刀 然後還有 這個類似垂直的手 還有指示燈 我個人覺得 是偏了粉紅 多於偏深紅 其實我覺得深紅 會比較好看 你們怎麼看呢 那好了 看看這個 阿姆里斯光線 還是阿斯姆里光線 我忘記了 那作為 值得的一個 特殊招牌 其實它跟其他特殊招牌的光線技有所不同 因為它是貝魯克的兒子 即是基因複製出來 所以從這個光線看出 有一點邪惡的感覺 但值得是好的 那好了 這個光線 看完我們就看本體 本體方面 頭頂 就 以前覺得 就 SHF的特殊招牌系列 偏矮的 即是 頭大身小 下面這裏很矮 但現在這樣看 我又覺得 純眼了 即是可以接受 頭部 胸口 手 身上的紋理 細節都很出色 即是不會說 它是有上色走走出界的問題 但不算是 十分之接受不到那種 那隻腳這裏是有少少偏遠的 其實呢 為什麼 它現在的凹凸萬隻隻 這些位置都會偏遠呢 我就想提外話 講一講 就是它這個位置 是用了硬膠 硬膠 即是類似一條軸 套進去中間這個圓圈 即是中間那個關節位 即是 我給大家看看 即是類似是 中間那個位置是這樣 它這裡中間有一條軸 那條軸是 這塊是膠 這塊也是膠 即是沒有摩擦力 所以沒有摩擦力 就導致 它的腳軟 偏鬆 基本上現在新的 這類型素體的凹凸萬全都是 這樣的 即是腳軟這個問題 這個是無可可可非是解決不了的 除非你 你換真骨雕塑體 或者換其他 腳這裡用軟膠塑體 即是軟膠的關節 這樣就可能可以改 即是改 即是怎麼說 改善得到 那好吧 那麼 腳有粗 四點 不是 一點而已 因為再放了好幾次 腳的好動 先來拔了一張紙 這張紙是很妨礙的 這個動作 就可以盡情扭動了 首先來看看手的可動 手的可動 就不算是幅度大 也沒有真骨雕那麼誇張的可動 但基本上的可動是有的 但是基本上的可動 基本上是有的 但這張紙是有的 我這張紙是很實 就是這樣 這樣轉動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 即是說 向前 就是把頭上 下降下來 這裏 我這裏 不知道為什麼會卡住 這個位置 那如果這樣之後 再這樣轉動就沒有問題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到時有空都會研究一下 那 腳腳大動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手形方面都是拆拳頭來換的 這個球形都很實正 不會說 正常容易斷那類型的手 即是那種關節 比以前的SHF多很多 但是呢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是新的 這裏會很實 大概就是這樣 以前我都不喜歡這隻折得的 但是近期趁著再版 我又很想買回來 看看遲些有沒有閒錢的情況下 將其他液態慢慢收起來 基本上是這樣 好了 這隻東西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